对耶 这个不是穿插件吗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黄之 这次呢 是这个走出新手村第二集 接着呢 我们要来做这个椅子的建模 那么这次走出新手村系列呢 主要呢 是以步骤化的来讲解 桌子 椅子 盘子 杯子 那么呢 我们会先统一把建模完成之后 再来一起做这个优化 灯光 渲染 我们就废话不读说 马上开始我们的椅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上次制作的这个桌子 在它旁边 直接做一个椅子出来 我们就Shift A 新建一个Cube 缩小 缩小到差不多跟这个桌角的粗度差不多 可以再略细一点点 好 那我们把它挪过来这里 因为我们要把桌子 我们要把椅子摆在这边嘛 进去编辑模式 对耶 这个不就算插件 我们这时候我们突然插播一下这个插件 叫做怎么做使用 我们首先呢 我们进入我们的Edit Preference 里面 找到我们的这个 Machine 3 Machine 3 Tool 好 那 Machine 3 Tool 的这个使用链接呢 我会放在影片栏下方 我们就稍微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我们先取消勾选 我们来看一下会变成怎么样 我们按Tab 就会直接切换 Android S 就是直接储存嘛 Machine 3 激活之后 你首先呢 会先看到你按Tab 的时候 会有上下左右 那其实就是一样是那个 编辑模式 但是另外还有三个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主要是因为 它可以再进去雕刻啊 颜色 材质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这个好用 我们按Tab 的时候会有上面跟下面 那在建模的这个流程之中呢 我们就主要是会用到 物件模式跟这个编辑模式的一个切换 打开这个 Machine 3 下面这几个 Z Pi Perser and Origin Pi 这个也要 这三个点亮我们按 Ctrl S 会发现哦 我们有多了这些功能 那一样就是主要是用这个 Save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按 Shift S 右边这两个主要呢就是让你的物体回到原点 左边这两个 左下角这个是让红色的原点 跑到我们选取的物件上 那左上角这个是让我们的红色原点 让它离开了中心点的时候回到中心点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Tool Select 你会发现我们中心点跑到了我们物体上面 如此一来我们 Shift A 的时候 我们盖出任何的物件 它都会在以这个中心点为主 上面去做一个建模 那我们挪完之后就记得把它回到原点 这样到时候做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的 那回到我们的椅子的建模 接着我们进入我们的编辑模式 我们按 3 我们把它拉长 然后我们拉长到 差不多这里好了 拉长之后呢 进入编辑模式 就是我们一样像第一集做桌角的时候一样 我们全选 G Y 挪到旁边 差不多这里好了 好 再回来物体模式 好 再来到我们的 Modify 这里 我们一样用一个Mirror 的功能给它 X没有 那就Y 那么因为有四只角嘛 让它进入编辑模式 全选往X轴偏离一点 因为我们要让它也这样再近色过来 Mirror 这个功能它近色是以黄色的这个点为主哦 我们按 Y 就是对 Y 轴嘛 Y 轴去做一个反射 那我们现在要让它在这边 这边 X 轴也多一个 其实一开始就有换型了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是完全重叠在一起 那么今天把它拉过来 你就会发现 哦 重叠的这个 近色的物件就被我拉出来了 但是这里呢 我们 X 轴不要开 我们直接 Shift D 我们拉一个管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些别的操作 它前后角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 那再来呢 我们选下面的面 我们调整上面的这个 开到这里哦 这里会有很多选项 那我们其他的先不用知道 我们只要知道 预设值是这个 Medium Point 就是你选取的这两个东西的中间 它会以它们两个中间自动运转出来 当我做缩放的时候 它就会以这两个选取的中间做控制 那我们现在要选的是这个 Individual Origins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以我们选取的各自的中间 去做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就 S 然后缩小把它们弄小 接着呢稍微再放大一点 太细了 好 那一样选中上面的面 也是缩小一点 OK 那再切换回来我们的 Medium Point G Y 稍微移动一下 选中你后面的面 G 也开始往前一点 我们可以按7 右下角 7 稍微去看一下 稍微 过来 这样就做好了基本的脚 那接着呢 椅子很赶 先做左右 我们就一样Ctrl-R 这里画一个 Ctrl-R 这里画一个 Alt-Shift 按着 点一下 Ctrl-B 不用太多 这样就好 好 我们这里Ctrl-R 滚一圈 让它有一点厚度 这里也是Ctrl-R 滚一圈 有一点厚度 好 接着呢 我们选到3 123 点线面 快速切换 我们就面 这个面 跟这个面 好 我们一样 Add G Bridge Add G Loops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这边这样 然后我们 G 按两下 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Ctrl-B Ctrl-B 那接着呢 我们来这里 这我们就Ctrl-R 滚一圈 这里这样 这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点 我们这边 Mirror的这个可力品 然后给它打勾 1 Y走啦 然后OK 拉到底 你就会发现动不了 点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勾这个可力品 是因为我们如果不勾的话 今天我不勾 我按G再按Y 你会发现我还可以再过来 然后玩G再按Z 我都可以就是穿过去 Extrude Y 记得按Y哦 不然它会歪掉 然后再来我们切换回来 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整体的感觉 再来我们进入编辑模式 Ctrl-R 然后GG 往上 这个位置 Ctrl-R 这样 两个一样 好这样 然后我们选中正面 因为可力品已经打勾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Extrude Y 拉过来 OK 这样子就做好了 我们的椅子的部分 完成了这个下面的部分 我们就来做上面的这个软垫 Shift A 我们Cube 我们直接用这个 直接挪过来 你可以按这边 也可以按E或3 右下角数字键盘 可以去做定位 然后一样让它靠在这上面 进入编辑模式 我们按3 选中上面的面 下 然后我们G X往后一点 好我们可以按正上面去查看 那你会发现 我按正上面的时候 看不到下面的椅子怎么办 我们就按X-Ray 就可以去看 好我们就差不多对在这个 准一点 这四个角的 准一点的位置 好 差不多这里 那再记得关掉喔 好 接着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编辑模式 我们按3 选中这边的面 我们给它Extrude 1 出来点 再选上面的面 Extrude 1 上来 好做好了这个 简单的形状之后 我们就来Modify这里 我们给它新增一个 Subdivision Surface 细分表面 然后你会发现 它虽然变多面了 它原本从原本的四边形 变成了多面 对不对 因为它给它以指数性的成长 一个倍数 然后按2 我们就用这个倍数 稍微做一些调整 我们要把它们的边拉角 进入编辑模式 因为我这条到这条之间都没有线 对不对 所以它松掉了 所以它才会软软的被我们拉到后面 那我们现在要Ctrl R 下一条线 你会发现我下下去的当下 它就变得比较有形状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线 GG 往前拉 GG 再按两次喔 拉到前面这里 你会发现它就被我们收紧了 好那这边一样 因为我想要让它这个弯曲的这个形状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一样这里 Ctrl R GG 拉过来 那这边也是 我们这边也要拉紧 所以我们就Ctrl R GG 下来 好 这样 那我们中间这条 我们用不一样方式做 我们一样Ctrl R 然后滚一圈 用两条 然后我们S Y 就是S嘛 然后它是Y轴嘛 所以我们要S Y 让它从左右这样放大出去 这样到这里 这样子就有一个舒服的椅子了 然后我们G X 往前一点 那我们再稍微做一点微调 我们进入编辑模式 选中这边 跟这边 我们GG 往后拉一点 那一样我们选中旁边这两个 也让G Z 往下拉 让它那个弧度多一点 好 那中间这里我们就S Y稍微缩小一点 好 接着我们再切回来 好 我们这时候右键 Shade Smooth OK 这里我们拉出来一点 因为它有点收太紧 这个往外 这个往上 你越往 你越靠近它的边 它这边的 就越紧 那个角度就越90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 后面椅背太矮了 所以我就一次选中这边 这三个高度 然后G Z 往上拉 拉高一点 这样 好 OK 这样子 好 有一个小小诀窍 如果你要调整它的那个 你会发现我刚G Z 去调 有一些地方没有被我们选到 所以我们就按这个X Ray 然后把它前面这边 好 选起来 然后G X 往后 一起调它才不会跑掉 好 OK 然后这个黄色的原点 它跑掉了 然后在上面 右键 然后它到Origin to Geometry 它就会自己运算 让它跑到这个物件的中心点 这样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 第一支的这个建模 第二集 这个一支的建模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么我们就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